現在零下兩度 明天會有大雪下 不知道是否真的 靠近平的駅 現在零下 靠近平的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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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灯都开了 因为现在六点了 我坐到五点钟才开车 说一说以前用电 现在说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钟 转了一个跳舞 我住在骰智区的单位 原本那条线是一条右线 没有粗电的 怎样粗有电呢 有电即是5A 60A 总之就是 给你点灯 点个风扇 点个电饭煲 都不行了 我们很后期才有电饭煲 我想到七十年代才有电饭煲 开头都是用雅煲来煮的 所以有饭焦黏底 怎样有电呢 即是那条Fuse是有的Fuse 过不了大电流的 一大电流就跳Fuse 烧Fuse 我还记得 这条Fuse 有一个陶瓷的座 两边有螺丝 他们一大人 拉一条Fuse 线上去 然后把陶瓷的座 按进去电制 当然我不会搞这些 也不会批评 我一个小孩去搞这些 那及后键 他们拆出来 那一块 那一块 陶瓷 我就知道 是差不多的东西 有一年 突然间就是 那个 骰智区办事处 还是中华电灯公司 应该是中电 就说 每个单位 再调多一条粗线 就有两个电制 是会自己跳的 两个MCB 叫做Minute Circuit Breaker 小型的 到时 我们发觉 有时 比如插支风筒 那支风筒 就断了路 一插下去 嚇一声 那支风筒 就跳了 然后支风筒 就跳了 然后支风筒 再拉下来 再插 插车 他又跳了 那支风筒 就掉了 政府的東西挺好的 一定是電燈公司的 做了製箱之後 接著我們又買了電飯煲 插進去 煮飯 煮飯很方便 接著又弄一支鋼管 打橫放一支鋼管 由以前的一頁頁三頁 劈到頭的風扇 改了一支樓底線 好像很過癮 在這個洗字區 我媽說過 半歲就搬進來這個洗字區 接著我讀理工的時候 還在住在洗字區 剛剛第一年就是住在洗字區 第二年他配偶給我們搬到啟業村 既然說給我們啟業村 就搬到啟業村 就搬到啟業村 我們住啟燕樓 16樓 長毛也是住在洗字區 長毛也是住在啟燕樓 像Youtube看到他住在洗字區 13樓 不過當然我住的時候 長毛也還沒有進去啟燕樓 我想我移民來加拿大 才開始進去啟業村 然後 這個電方面 才開始見到 有條地線 有條地線 那些師傅 搭一搭一搭 然後 安裝麻根質 然後拉一條 電線 通常是 16號的線 即是16號的線 旁邊 電線 就拉多一條 銅線 即是跟著 那個 電線一起同步的 這樣拉 然後那個銅線 就去品字形 中間的腳 那你需要 落地的電器 譬如一個鐵殼的風筒 外殼就要接地 就是經過 中間的銅線 拉著 即是那個 那條 兩條線 有絕緣的 其中 外置一條 包在一起 那條就是地線 那現在當然不是啦 現在 現在的電器 旁邊 左右一條 中間一條 bare wire 那條就是 地線 那是 一起裝的 不需要 外置一條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都是外置一條 可能現在還幼 都不行 為什麼呢 它當時合格就可以了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電器 升級之後 要拆下去 跟著它來做 因為就很不空 所以你看些電器 那時候的規格怎樣 就是怎樣的 至於 如果突然之間 那個 用戶 需要 大一點的電流 又 申請 電力公司 配置 大一點的電流 給它 當然要走 那些電線 如果不是 它照舊 用那條線 用到多久 就可以了 理論上 糟糕 就是 collector Leveling close collector 3 Leveling close 就是三條線 停了 就是 我這次 捉了蟲 沒有辦法 說回 六十年代的電 既然是用右電 既然是用右電 我還記得 我是滑架床的 上面呢 滑架床 中間呢 就有一個 好像 豬膽型的燈鍵 一個豬膽型 中間有一個鍵 一按 就拋去這邊 一按就拋去那邊 就是中間那條桿 這樣左右移 來做開關 那條線呢 就拋到上個頂那裡 就是 天花頂那裡 就 就拋回一個燈膽了 燈膽呢 幾多火啊 一個五火的燈膽 所以 那時候呢 小時候 一到晚上呢 見到這麼陰暗 就很不開心 就是個人都 特別 悲傷一點 到後來 到接近七十年代 換了鋼管 嘩 一拍 白色的鋼管 人都開心很多 家人呢 又 一有機會 就轉了做鋼管 她都開心 為什麼呢 她要打麻雀 打得清楚啊 哎呀 我老母是一個 很熱衝於打麻雀的女人 所以一來可以轉到鋼管 當然是鋼管啦 美其名說 方便我們做功課 哎 真的難說 糟了 不知道塞到什麼時候 那六十年代呢 晚上用一支五火的燈膽來照明 那煮飯櫃 那個冷行 如果你看過那些 獅子山下 那些洗字區 就有冷行 搭個煮飯櫃 放火水爐在那裡煮飯 那外面呢 政府 有一支街燈的 隔幾火 有一支街燈 但是你的煮飯櫃呢 未必對得這麼正啊 那唯有怎樣呢 自己走一條電線啊 沒有地線的 一插鬚 兩隻腳一插插下去 走一條電線 出去外面的燈泡 我看那些燈泡 那些燈泡 我想那些燈泡比較乾一點 有四十火 有四十火 光的啦 為什麼家裡有一個 只用五火燈膽這麼小呢 因為省錢啊 唉 真是 好省不省 真是死了 那煮飯 我看那些燈泡 就靠五十火 或者三十火燈 來照耀煮飯 一煮完飯就馬上關掉了,又要省電 六十年代經常停電 停電,停到很習慣 停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又回復 所以,長期準備一支火水燈 那支火水燈,下面有玻璃瓶 中間有一塊鐵,把綿繩推上去 我還記得點火水燈的時候 結果,過了幾年時間,幾年時間很流行停電 及後,很少停電 索性連火水燈都丟了,因為怕火水燈掉落地 火水散開了,燒著間屋 所以,很多人都把火水燈丟了 那真的停電,怎麼辦呢? 不怕 有支蠟燭,去樓下那些 賣原本蠟燭,或者賣文具的地方 賣一吋直徑的紅蠟燭 蠟燭又要分紅色和白色的 很奇怪,我家裏有白蠟燭 死了人在門口點那支 點到七七四十九天的白蠟燭 他們又知道白蠟燭 不要亂點白蠟燭,不利是 為什麼又會買一支白蠟燭呢? 因為我媽媽是車衣服的 有時候拉鏈不順便要放些蠟燭 那你把衣服拿出來做的 那你沒理由把紅蠟燭放進去 雖然紀委是 白蠟燭不老禮 那你都要放一支白蠟燭 所以我們都很聰明 在家裡玩火的時候 大人在那裡 就照點白蠟燭 但是 就不會平日生活 拿一支白蠟燭 那怎麼辦呢? 大吉利是被人丙的 哈哈哈哈 我們很聰明的 以前的人迷信的程度高於現在 可能現在的人 長命一些 所以 所以 你們都想著 有那麼長命長 還有 政府和醫療都追得上 說這麼容易就死了 找一節我講一下 現在七十年代 那條街的人 突然間有一段時間 刮下一個 跟著對面屋 有空就刮下藍燈籠 那裡死了很多人 那段時間 突然聽到人打Bang 什麼打Bang 當然不是打Bang 找藍火來念 關於七十年代 很多人生癌 奇形怪狀 病人死了 我另外找一次 講一下這些故事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 又回到家